这位元帅没上过朝鲜战场 毛主席为何赞扬他说功劳不比彭德怀低 在建国初期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中 立下投工的自然 当属中国只愿军总司令彭德怀 所谓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不过 在同一时期 还有一位元帅没有上过朝鲜前线 但他创下的功勋却丝毫不比彭老总低 这位元帅就是刘伯承 那么刘伯承元帅做了什么事呢 这还得从他的经历说起 刘伯承毕业于苏联福龙之军校 受过非常正规的军事训练 因此他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回国后 刘伯承先后担任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红军大学校长 为红军培养了很多军事人才 朱老总曾评价刘伯承说 伯承在军事理论上造意很深 创造很多 确实 刘伯承非常善于军事理论的研究 在我军中 公认毛泽东为第一军事理论高手 那么刘伯承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二 在刘伯承的心里 其实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建立一座全国军事的最高学妇 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 到了1950年 国内的局势已基本稳定 刘伯承的这个梦想重新点燃了起来 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 虽然我军已一万无钱 在斗志比得美军无功而返 但谁都知道 斗志固然重要 正规的军事训练无疑更加重要 我们现在可以用血肉之躯 去对抗美军的飞机炸炮 但十年之后呢 二十年之后呢 因此 刘伯承依然辞去了西南局第二书记的职位 向毛主席毛遂自解 希望组建一所高等军事院校 他的这个愿望 正好跟毛主席不谋而合 才毛主席看来 国军中大多数将领 都是从战场上锻炼出来的 实战水平不低 但理论不行 跟未来的高科技战争还差得太远 因此毛主席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 来筹建一所军事院校 大家不谋而合 立刻拍了板 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委 就这样 刘伯承卸下了陪伴半生的铠甲 穿起了教书先生的衣服 开启了一段逃离满天下的教师生涯 在刘伯承的努力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于1951年1月15日宣告成立 毛主席亲笔提词 努力学习 保卫国防 刚开始时 学院只有四个系 学员则来自各个军区的各级将领 其中不乏位高权重的名将 都被刘伯承点名来学院深造 有的被点名的名将不服气 认为自己打仗已经很牛了 没必要再来学习 结果到了学校后 被刘伯承一考 立刻傻了眼 这才认识到了自己的缺陷 是1957年8月 刘伯承因身体原因 辞取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 共培养了上万名军事人才 来学院深造的各级将领 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我们可以说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彭老总在朝鲜战场上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而刘伯承虽然没上过朝鲜战场 却在另一个战场 同样创下了一番不朽的功勋 功德无量